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是不是婚姻本身就是一個修行 那家庭有時候是一個道場 問一下婚姻 那聽說你這個結婚期 也是非常衝動的一個人 結婚之後這點有改變了 像我之前其實我的個性是 我想到什麼我立刻就去做 比方說我那時候大學畢業 那我那時候其實都已經有工作了 電視台什麼記者 其實都已經考上了 可是我的夢想就是考空節 所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是要考空節 那我永遠都在最後一關口試 英文口試被刷掉 因為英文不夠好嘛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我才 大概我還不到二十一歲吧 可能才二十歲 我就跟我媽媽說我不管了 我要出國念書 我媽媽說那出國念書 你要辦很多文件跟手續 我說我全部辦好了 我其實那個時候就是沒考上 超級行動派 對 我超級行動派 我就立刻去找了一個 英文補習班 而且我一進去 我就問那個櫃台小姐說 我要去美國念英文 請問哪裡華人最少 她就跟我講說 有一個地方叫做維吉尼亞州 我想說維吉尼亞州在哪裡 我還問她說在哪裡 那小姐更可愛她跟我說 我也沒有去過 你也不要問我在哪裡 但是那裡一定華人最少 對 結果沒有 她在DC旁邊 在華盛頓DC旁邊 對 她在東北 其實我那時候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三七二十一 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 我就說好 那我報名 然後我就自己用我身上 就是當時的錢 大概繳了兩三千塊的訂金 我把申請書什麼都拿回家 我就直接錄給我媽媽 那我媽媽就說 你要去念書 那錢呢 錢 學費耶 對 我說那你先出 我再還你 然後到後來跟我老公認識 結婚 我那個時候我才發現說 其實結了婚 當下剛開始我真的沒有感覺 是一直到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那時候的公司 因為我後來也沒有進電視台 那我那時候的公司 他就派我去中國大陸 他其實是有點像變相的升遷 升官加薪 外拍增加一些經驗 對 可是老闆跟我說 你三年不可以生小孩 對 因為他說 我是要派你去打前鋒的 那我要派你去管工廠什麼的 那你如果生了小孩 你怎麼弄 其實我那時候就有點掙扎 其實我覺得女人就是這樣子 可能男人他可能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去了 因為那是男人的事業 而且生孩子也不會是男人 對 不會是男人 可是女生 我那時候當時想說 三年不要生小孩 我這樣好像有點對不起我老公 那其實照我以前的個性 其實我非常非常想去 我當下一定立刻就會答應我老闆 可是我就必須要回家 跟我老公商量 那我老公那時候也講說 我是不想阻擋你啦 但是我們剛結婚 你就要去大陸 一去去三年 你自己想想會不會不好 那我那時候想想好像也是 所以其實我就為了我的婚姻 就推掉了這個機會 然後後來還有一個機會 也是外派到美國 也是因為我先生 我不可能放他一個人在台灣 那我也是推掉了 那其實我就覺得說 婚姻帶給我的改變是 我覺得從我以前 我只要想到我自己 然後到後來 我必須要想到我跟先生 甚至想到多到 我們兩個後面的家庭 對 那我也還滿 滿感謝的就是 我當初沒有選擇去 因為其實我後來在台灣 發展也不錯 那我也不知道當初我去了 我的婚姻會變什麼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婚姻帶給我的改變就是 讓你沒那麼衝動 對 而且我要思考到 別人的立場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成長 日間個性是很衝的 你對於你弟弟交的女朋友 如果你不喜歡 又不是你男朋友 管這麼多 獨孤 真的就是海邊 我先講 我只是長得比較艷麗的大姑 我不是獨孤 沒有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結婚 那其實因為我大我弟六歲 那我們從小就單親家庭 那我跟我弟弟感情又非常好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當時對我弟弟是有責任的 那他那個女朋友 其實那件事情是因為 他當時可能才好像不到二十歲 年紀滿小的 然後他就有一個女朋友 大他很多 非常多 然後就是這女生怎麼樣 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其實人跟人之間 是有一種互相影響的 如果今天這個 這個對方是對的人 他會把你往好的地方帶 可是問題是這個女孩子 把我弟弟是往不好的地方帶 那因為我大他六歲 而且我一看就知道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這不行 我說這女生不行 然後可是我弟弟那時候 大概二十歲左右 他就覺得說你管我這麼多 那我就跟他講沒關係啊 所以反正我是為你好 我話講在前面 你不跟他分手 那你頂多不要跟我聯絡 我那時候也有跟姊姊選一個 好絕喔 對 因為我其實前面 跟我弟溝通很久 但是這個女生 因為手段也還滿高的 就是你知道 怎樣都甩不掉你知道嗎 後來到最後我就覺得 沒辦法 我只能使出最後一招就是 那你就在我們兩個中間選一個 結果後來有一天 我弟就臉很臭的回家 分手了啦 你高興了吧 就這樣 他真的很愛你耶 其實是因為別的事分 對 別的事分 順勢講 順勢講一下而已 不過你結婚之後是發誓 你不要當獨孤 那當然 這獨孤很敏感 我絕對不是獨孤 沒有啦 就是因為其實 他愛他的外甥女 愛我的我的子子 其實就是說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我結婚十七年 而且我沒有生小孩 那所以其實 在你不生小孩的過程中 你就會遭受到很多的關心 那其實我們不是故意不生 而是說 我們其實不想要用人工的方法 因為其實醫生也講 你要不然做事館 要不然做人工 可是因為我老公 我老公是獨生子 他是沒有兄弟姐妹的 是我老公站出來 跟他公公婆婆說 我不希望我的老婆 去打那些排卵針 那很辛苦 對 因為老天爺會給我們 就是會給 那老天爺不給 我不要硬強求一個東西 那而且我娶 是娶我這個老婆 我沒有要他一定要生孩子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就還 那我公公婆婆 其實一聽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就 他們也絕口不提喔 也從來不會說什麼 給我壓力生孩子 都不會 然後甚至長輩問他們 他們都會說 我公公婆都會講說 這是小孩自己的決定 因為人生是他們的 所以我們不能 不能幫他們決定 那當然還是有被親戚 比方說過年的時候 親戚就會說 你公公婆婆這樣講 你當真喔 其實他們心裡回家 都偷偷哭 你不知道嗎 那其實 最討厭都會講這些話 對 那也有可能很過分 雖然的話 講還是有道理啦 是沒錯 他可能也有偷哭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老公跟我公公婆婆 對我的支持 所以其實我聽到這種話 我覺得自己就飄開了 我就覺得OK 就當作我都沒聽到 所以其實當我弟弟結婚的時候 我覺得綜合我十七年的經驗 我會覺得 不要帶給我的弟妹任何的壓力 對 那我覺得我一直 像他們結婚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兩個講一句話 我說其實姐姐給你們 最好的祝福就是 我不打擾 我也不干涉 就是這樣 就像你所領受到的這種包容 跟愛一樣 一樣回饋給他 對 聽說你現在非常可以忍受 你老公的白目了 他有多白目啊 我老公的白目跟盈盈的老公 是不一樣的 我老公的白目是 對 他的白目 因為他從小在國外長大 那他的邏輯思維 跟我們一般正常人 我覺得好像不太一樣 那所以他常常做很多事 我就舉例好了 比方說 之前我們住在美國的時候 他因為 我說真的 他因為什麼事讓我生氣 我根本忘記了 但是那些我氣到 就是我大概很久都不跟他講話 結果有一天 早上我睡醒的時候 我就看他在我旁邊 笑咪咪的 他本來也都跟我冷戰 結果突然覺得 他笑咪咪的 我說幹嘛 他就說 我都幫你做好早餐了 然後你睡醒了 你趕快下來 那我一看那個早餐 確實他幫我做好了 都弄得很棒 有心意啦 就好不好吃 漂不漂亮 另外一回事 然後呢 好 最重要的來了 他還跟我講 他把我拉到旁邊 然後跟我說 老婆對不起 我知道前幾天惹你不高興 那我知道你很喜歡花 所以我買一束花送你 因為我老公很少買花送給我 他就很高興 爽浪漫 對 就撈給我了 一大把的菊花 彩色的菊花 什麼顏色菊花都有 是他的幽默吧 不是 不是 我以為是幽默 我還愣了一下 我說你知道這什麼花嗎 他說我不知道啊 我就花嗎 對 他說 那我說你為什麼選這一束呢 他說 因為我去超市買熱狗的時候 很多女生都在拿這一束 結果後來我查了一下 我才看 因為那天三八婦女節 花打半價 那天的花打五折 然後他就說很多人都在拿那個花 因為它是彩色的菊花 那老外是 像竹菊那樣子 對 老外的是 老外是沒有任何禁忌的 對 他就送給我了 然後他就說怎麼了嗎 我說對 因為這是人家上粉的時候 才會送的花 我還 我跟你講 我還照 那一張照片 我還把它照下來 他送完我以後 他覺得他到完錢 他就沒事了嘛 他就很高興 翹個二郎腿 然後在那邊看電視這樣子 我越想越氣 我就把那個花放在他前面 然後就這樣給他拍張照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 我的社群網站上面 每一個人都笑翻 都覺得你老公很可愛啊 像他可愛個鬼啊 另外就是他白目就是那種 比方說 我有一天回家發現 我們家怎麼 換了一個枕頭 他的枕頭換了 換了一個新的枕頭 枕頭套都換掉了 我就說 你為什麼換一個新枕頭 枕頭套壞掉 那你的那個呢 我的那個還是一樣的 後來他就說 沒有啊 我把我的枕頭給你了 他說他把他睡的 舊枕頭給我了 我說為什麼 結果我一打開來看 才知道 因為他舊枕頭發霉了 所以他把他的舊枕頭給我了 然後他自己買了一個 新枕頭 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幫我 買一個新枕 他回我什麼 他說可是枕頭包裝 都是一個一個賣 那就買兩個啊 對 我說你不會買兩個嗎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想到啊 沒想到 對 可是真的是白目了 對 可是就是 你知道他的白目 就是讓你覺得 你真的想要 因為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他回答得很誠懇 對 你知道現在是因為 貴公 貴節目有可能報金鐘獎 因為很溫馨 我不能罵髒話 你知道他的白目 就是那種你會覺得 你白眼真的會翻到後面地上 但是你又覺得 我又不能對他怎樣 因為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對 那你怎麼回應 我沒辦法 我只能自己就 我真的很想把那個 發霉的枕頭拆開 把那棉花塞死他 可是你也沒辦法啊 你就只能默默地 把他拿下去丟掉 然後自己要表達自己生氣嘛 對 我就不跟他講話 然後就自己去超市 買了一個枕頭回來 那他知道我不高興 他一看到我開門 看我手上抱一個枕頭 他就立刻把罐 老婆我幫你拿 你這枕頭我比較軟喔 絕對比我的好睡 他就是這個 那你怎麼跟他生氣